我在河南郊座找到一座古墓 前面便是石阳 在正前方还有两对石翁众 头戴蒲帽 身穿袍服 手持护板 典型的元朝风格 看风化是原来的老物件 前面墓碑 圆如许文正公墓 这位墓主人肯定不简单 文正可是文官的最高嗜好 后面便是风土堆 而这座古墓比较特殊 因为墓主人去世时给后代说 棺材不能落地 一定要用铁锁玄关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这里就是河南郊座许恒目 也叫许儿 这里是完全免费的 这样咱们进去看看 在院墙外面 立有许恒目的国宝碑 规格相当的挖赛 入口牌匾 许儿 两侧迎帘 山羊红如 光照日月 元代众臣 名垂千秋 许恒是文官 为啥门口放的是原型报古诗 而没有放象征文官的方形呢 彩画是典型的清朝悬子彩画 中间的仿心都是形容 悬子彩画元朝就有 但完善于明清 再看殿满 是红底子的金钱如意文 也叫法什么吉祥草 这种形制最早出现在清朝 第一镜院落放着两块碧系陀碑 当然这是仿制的 原碑已经被破坏 前面是立于1987年的许恒目 十碑一通 想堂正宗悬挂 诸子后一人 里面是许恒的汉白玉雕像 许恒是元朝的大儒 为汉文化的推行 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为忽必烈如果推行蒙古文化 那么汉文化将会断代 虽然元朝时间不长 但断崖式的毁书可是非常致命 许恒向忽必烈建议 重视农丧 广兴学堂 推行汉法 当然忽必烈也是元朝最杰出的皇帝 他虚心大剑 使得偏居南方的城主理学 在北方全面开花 同时他鼓励各民族的融合和交流 实行了一种 由蒙古人领导 汉人和其他民族 共同参与的政治体制 这种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团结 祥唐吉岭的下面 写着建设时间和完工时间 属于仿古建筑 不过彩画非常精美 穿过祥唐 便是神道 两侧摆放着石像生 驶扬贵物而漆 羊角已经有二次内卷的出行 也是遭到过破坏 目前修补了起来 右侧是五官实望中 手持宝剑 处地而战 身穿袍服 但有个很强的断面 上面明显风化程度低 不知道是不是后修的 有知道的朋友评论区给说一句 在这个玻璃罩子下面 便是原来的神道碑 不过已经断掉 风土目测有六米左右 下面修了挡土墙 当地人说许恒是汉人 但一生为蒙古统治者效力 所以嘱咐后代在他死后 用铁锁玄关掉在半空 以示向后代以及汉人谢罪 不过许恒墓内到底什么样 一直就是个谜 因为没有被打开过 其实许恒完全没必要 虽然一生为外族效力 但毕竟我们是多民族融合国家 只要对百姓好 百姓自然记得你 同样为蒙古统治者效力的张雅浩 写过 兴百姓苦 王百姓苦 我是爱情 喜欢记得关注 带你了解更多文史古迹